台中大爱幼儿园 警铃家长的职场 幸福感瞬间拉满 五岁的湘婷 是幼儿园的中班学生 接送女儿上下学 爸爸的上班地点 台中词院距离这里 只有200公尺 妈妈的工作处比爸爸更近 因为妈妈就是幼儿园老师 妈妈第三节车销 山井路好像有老鼠 对 有几次 1 2 3 4 有开亲子儿童成长班 我就带老大去那边上课 我就觉得那种过程很好 带出去就是有成长 自己在台上胆子变很大 这样子 说到可以先放下咯 我擦呢 擦呀 打火车 嘟嘟 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从幼教这一块 觉得这是很符合自己的理念 手心 手背 我一切都是抱感恩的心 很感谢 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各有就职的地方 然后时间是比较没有办法说像弹性 可能像说孩子不舒服 或者说可能临时有些状况的时候 就是会变得有点分身乏术 抗生素一定要按时间吃早晚 吃要两克 这样子就可以了 可能学校的老师可能也会比较没有耐心 可能他的适应上会有点辛苦 双新家庭 职业妇女的烦恼 随着台中大爱幼儿园的企业 顺利解决了 嗨 姨姨来接你了 哈啰 姨姨来接你了 姨姨来接你了 哈啰 姨姨来接你了 好开心 好开心啊 是不是 让哥哥跟妹妹一起来 然后也比较互相有伴 这边的老师他们会比较有爱心 比较有耐心 然后给我们很好的支持跟回馈 有时候会请他当小班手 真的好 然后或者是说 请他先照顾一下弟弟妹妹这样子 他都还蛮宣任友谊 谢谢老师 不会喔 慢慢来 就是还蛮安心的 可以好好在工作上面就是去努力这样 有时候帮他们准备登录 礼拜五期待啦 好 谢谢老师 来 两哥们老师再见 好 老师再见 拜拜 谢谢 我们要吃四个乳酪糕 这么好 番茄还有还有豆芽 来 姥姥牵手手 当心被安定住了 爱的能量跟着涌现 番茄喔 哇 我也想要吃耶 拜拜 你说已经很正常了 在那里面 这个嗣身 也 Н宝贝 把头部忙起来 我的面疯 我的面疯 有时候 我 sociedade